確診新冠肺炎 診所醫生視訊看診 看診結束 醫生要患者這麼做 快篩盤把他折斷 被醫生要求折斷快篩盤 折不斷也沒關係 拆開破壞也可以 要求患者把這個快篩盤 給銷毀 折斷或在上面寫名字跟日期 就是怕會有人拿去 二次使用 去年新冠肺炎 有多家保險公司 賣一年期防疫險 今年四五月就要到期 有醫生擔心 會有民眾沒確診 但因為有買保險 為了強領保險金 可能會冒用別人的 陽性快篩盤炸領 因此才有診所醫生 要求患者破壞快篩盤 避免盜用 不少民眾認為 毀掉一個視訊用的快篩盤 請確診者再做一次快篩就好 很難防堵盜用 保險公司表示 陽性快篩盤 是不是本人的 透過視訊 確實難分辨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各間診所的診療方式都不一樣 醫生大多會做第一道把關 但沒確診 卻盜用陽性快篩盤 假裝確診已經處罰 會有所謂的 使公務員燈在不時的問題 請你保險的話 那當然也有可能會構成 刑法的詐欺去裁罪 沒確診的人 為了幾萬元的保險金 犯下刑事案件 兩者相比犯罪更得不償失 華視新聞 喜歡張志君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要請堂 24號 原來 行 溜 那 不 我們 是 要 的 這位 要 帥